这一节课我教你们做一下电源线哈就是这种呢 大家看看就这种的这种接在电流表上的接在稳压电源上面的就是那个电源线啊 大家看哈这是一个电子这是一个5s跟5代的电池都是新的哈 好看到这个东西没看到这个东西了吧扯掉扯下来了哈这个没用了丢掉看这个这个电子崭新崭新的是吧 是吧基本上是全新的呢一样的撕掉没用了丢掉 这是一个普通的耳机线是吧 剪掉 然后丢掉 要把这个线剪掉从这边剪 好先打一个结 先一根一根的来吧先打一个结打一个结是为了防止那个线在我们用的过程中随便两边乱跑 这个我你们做的时候就知道了哈 好我们现在开始做了哈注意看我怎么做的注意听我讲的要理哈 好这多余的这点弯弯的我们可以把它剪掉如果不剪的话可能会导致短路 好我们只要这个头就可以了好现在开始了哈 首先现在这一面轻轻的刮轻轻的刮轻轻的刮轻的刮啊刮出一个铜铜铜铜皮出来就可以了 好刮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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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好 也刮出一个铜点出来 这边一个点哈 就是说这边一个点 跟反过来的这边一个点 最好是不要在同一个位置 一个上一点 一个上一点 一个下一点就可以 好 然后我们来上锡 把它上一点锡上去 两面都要上锡的话 好 现在上好锡了是吧 都看到了吧 好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线 刚刚的这个线 把它弄一点出来 对 起来 好 这个线也要上锡的 好 我现在再重复一句 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 请你不要加我的QQ 来问一下乱七八糟的问题 我没有时间理你 到时候别怪我骂你 我骂你的时候 你不要说我态度不好 因为我每天很忙 我要做教程 而且我还要做技术的研发 要开发新的技术 出来新的技术 我都要第一时间去研究它 所以我每天很忙 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 请你不要来烦我 不要加我的QQ问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啥都不懂 电容电阻都不认得 就想干CPU 你说你们这种人 不知道找帽子干嘛 好 上好新以后 我们再把它焊上去 这边也一样的哈 这个因为上面有焦 上锡没上好 所以我们要重新再上一下 所以上锡是很关键的 对吧 其实你只要把锡上好了 这个焊上去是很容易的 好扯一下 扯一下没问题就不要紧了 我们现在再弄这一边 所以我们把它们再弄好 大好扯一下 我们再次准备一下 我们再来做 点准备 把比较权 这个裂子 加上锅 我们再来做 好扯 我们再来做 这边一样的哈,先上锡 好 上小戏以后,我们拿外用表凉一下 凉一下这个线,首先凉它短路了没有 就凉这两个线了,首先凉它正负起短路了没 好,没短路是吧 没短路我们再凉这个线我们做好了没有 这个线是吧,它有一头肯定是跟这边像通了是吧 好,好了 再凉一下看有没有短路 好,没有短路 好 OK了,这个线就做好了 做好了以后哈,这是最,还有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是什么呢 我们要把它做漂亮一点 现在做了可以用的,但是我们要做好看一点是吧 好,大家看这个,这是热缩管 这个东西叫热缩管 我们把它穿过去 穿到这里面来 拿风向温度100度 100度就可以了啊,不要太高 100度就可以了啊,不要太高 还有最后一道工序 为了让它更耐用一点啊 更耐用一点,这样也可以用了 但是我们做什么东西,我这个人做什么东西啊 我都喜欢做好一点 把质量做好一点 大家看,这是浇水是吧 我们把浇水灌一点进去就可以了 稍微灌一点点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 做什么东西,我们要把质量做好 是吧 不要搞些东西乱七八糟了 然后这还没完 还有一点 好,大家看这个屏蔽罩是吧 把它剪,剪掉,剪一点出来 我这样做是为了做一个架子 做一个东西可以方便它 连到那个 呃,尾压电源上面 好,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把它上链吸上去 好,这样就完成了 iPhone5s,iPhone5,还有iPhone6方法都是一样的哈 方法都是一样的 还有iPhone4,iPhone4跟4s就更简单了 我找一个,找一个给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 这种呢,这是iPhone4s的 iPhone4s跟iPhone4就是这样的 把这个线直接焊到那个正极跟负极上面就可以了 它这个上面有,它这个上面有焊点的 大家看呢 直接把正极跟负极焊到这两边 最边上,这边最边上 这边最边上 这边最边上 直接焊最两边就可以了哈 正负极大,自己亮下的之后 自己拿外面表亮下的之后 我就不,我就不啰嗦那么多了啊 什么都告诉你们怎么行的 总得自己学会量一下吧 好,这个线就做好了 不管是4s,4,5,5s,5c 还有iPhone6,iPhone6 甚至以后的iPhone18 其实放放的差不多了哈 好,这就到此为止了